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周伟 今天走入我们军营大舞台的这位嘉宾是一个 怎么说呢 叫个头不高的山东大汉 作为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的一级演员 他在全军文艺会演和全国全军小品大赛上屡获嘉奖 近几年的春晚舞台上更活跃着他的身影 他虽然个子小 却声调高 表演机智幽默 时常引得全场爆笑 他呢就是著名的小品演员邵峰 2007年呢他与孝欣郭东霖合作 初登春晚舞台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个小品 回家 过年好 谁跟我的喝两杯 酒房之喜千杯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对不起 为了向你表示歉意我为你唱首歌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阵碍 坎成败 人生好迈 只不过是从头在哪里 你要不鼓掌我就老 你怎么不说话 站住 站住 举心 你回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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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这个人喝了多少酒 来来来 起来起来 一起凉 小朋友 你是谁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 摆在你面前 两条路 一是送我回家 二是送我回家 我还是送你回家 你家是不是住九冈里啊 我刚从九冈里出来 好好好 我撑不住你来 你站好啊 哎呀哎呀哎呀 你家在哪啊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外地呢 我的家在陕西 我和海有在哪里 山西的 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扬上啊 别唱了别唱了 我知道你家在哪了 在哪 你家在中国 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 面子叫中国 对唱完这首歌 我们就散了 咱俩也该散了 我该回家了啊 那我送你呗 不用不用 那你送我呗 行 好吧好吧 来 身份证给我 我看看你家在哪啊 干什么 我哪有山本证啊 那就没办法了啊 再见 那个毕业证行吗 你还毕业证 你什么学历啊 托二组啊 你可真是喝多了你啊 来来来 起来起来啊 哎呀地下凉 这得感冒了啊 哎呀来来来大哥 哎呀你说这 长得怎么这么高啊 你怎么不说你长得这么矮 坐这儿行行酒 一会儿就知道家在哪了啊 哎呀 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带 哎呀 我带了身份证也不给你 拿我身份证去干坏事 然后警察来找我 你这么身份证呢 我家住 彬康安区彬康安区 三十三号 回家 要不然就 呀 这谁钱包啊 谁钱包 这大过年丢钱包该着急的 不行 万一讹上我呢 就让别人捡去也不行啊 我给他盖上 好 哎呀 是你小子的吧 待会儿他回来 就我给他看着 我在这儿守株带兔 哎 哎 回来了兔 哎 啊 你叫我什么 兔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还有叫兔的 哎呀我小名就叫兔 哎呀 大票子我走半路上我一想啊 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呢 啊 不行我决定送你回家 你送谁回家 我要不等你我都到家了 你等我 你东西丢了回来找了吗 呀 没有 哎呀 钱包 哎呀 这怎么回事 这 捡起来 我不能 捡起来 我没到 好好好 我这不捡起来了吗 哎呀 快看看里面少没少东西啊 我不能看 这这这不是我的钱包 不是 不是你钱包 你捡起来 我 不是你让我捡的吗 你你好好捡这捡成 是不是你自己的钱包啊 你废话 我自己捡自己钱包 我喝多了 哎呀 你看 这大过年的 谁丢了钱包 不着急啊 来来来 大哥 来来 行了行了 咱俩都在这等着吧 哎呀 你说大过年的 谈上这么个事 你是怎么回事 我刚下火车 准备回家啊 像你这样 有十个能养活个火车站 大过年才回家 我妈在那边病了 住院了 住院啊 你妈住院了 找我呀 我也不认识你啊 你到医院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过一陪啊 一陪 我听说过三陪 我告诉你 我陪住那人都吓死你 我陪过警察的爹 解放军的爹 武警的爹 还有保安的爹 他们都是带枪的爹 吓死你 我明白了 大哥的 你在医院是个陪护 护工吧 护工吧 好像瞧不起我 我告诉你 我护修那成就都吓死你 多少个奄奄一息的人 让我护人而说话了 多少个植物人 让我护成动物人的 动物人 这你妈这情况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好好好 没事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大哥的 谢谢啊 但是我妈她在西藏 心脏病算什么 脑血栓 植物人 这不都治好了吗 不是心脏 是西藏 心脏病不算什么 现在脑血栓 不是心脏 植物人 是西藏 行得了 牙克系 那是新疆 巴达黑 对了 你妈是巴达黑呀 好好试试试 哎呀 怎么着呢 叫了我 你就放心吧 谢谢 哎呀 丢钱包人 怎么还不回来 哎哎哎哎 别睡别睡 睡感冒了啊 哎呀呀呀 大哥哥 跟我说说 手腕上疤怎么回事啊 大 啊这上疤 生孩子生的 你生孩子 我生孩子我不成怪物了 我也生不出来呀 这是在医院 当下病号打饭 我正排队呢 那边过来是个小伙子 抬个单架 上面躺个孕妇 往妇产科跑 跑在前面那小伙子 咔嚓一下摔倒了 我手机眼快 我把那单架挑起来 那孕妇咔嚓就咬我 他干嘛咬你啊 他要生了疼着呗 一边咬我 一边还是骂我 怎么骂他 说你个死鬼都怪你 都怪你 我说对都怪我 都怪我 他生孩子都怪我 他把你当成他老公了 我后来坚持母子平安了 太棒了 我后来就是这孩子的干爹 应该 这就是一枚军工章 你把他当军工章呢 再后来我就名声在外 只要到我们医院生孩子 都咬我 你看这咬的 这可太壮观了 这都是一枚枚特殊的军工章 说明你服务态度好 不是 说明我长得像老公 人生外号 大众老公 这不又有个小姐们要生了吗 他老公是火车司机 跑去弄铁路 特别忙 我可以坐到老公火车去看八扎飞 八扎飞是谁啊 你妈呀 对对对 你还想着我妈呢 谢谢你大哥的 你接着说接着说 这小两口太够意思 本来自己要生了 还要给我放假 让我回家过年 给我一百块钱 让我买年货 我手不得花 买个钱包 把媳妇照片放到里头 没事的时候看 可姐妹 哦 二哥哥 咱俩别等了 这钱包的主人啊 找着了 谁啊 你看那里边照片 呀 你媳妇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媳妇呢 什么我媳妇啊 那就是你媳妇 不对呀 我媳妇照片怎么跑到你钱包里了 你把她打了 我能把她打呀 这就是你的钱包 不对呀 我钱包里有身份证 这里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你找找 还真没有 你身份证呢 我身份证在这啊 你看看 别说话 我钱包呢 行了你别找了 来拿过来 来 再看看 来 再看看 我钱包 你在哪儿捡的 我 我 这是你给我的 你就是活雷锋啊 大哥呢 你是一个好人 你才是好人 你电话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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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话 对 喂 谁啊 什么 六床生了 生了个什么玩意儿 双胞胎 龙凤胎 哎呀 太好了 那没咬我怎么就生了呢 好好好 我这就回来啊 等着我 哎呀 太好了 六床生了 生了个双胞胎 还是龙凤胎 我得回去了 好好好 再见啊 再见 走返了 哎呀 再见啊 好好好 小兔 回家败点 哎呀 哎呀 对不起 你怎么还在这 哎呀 哎 大哥哥 你的财包 你在做 也许这就是央视春晚的魔力吧 2007年一个小品回家 让全国人民在一夜之间 记住了这个小个子的少风 滑稽幽默的小兔子 嗯 少风啊是一个有着特殊气质的小品演员 他的表演大胆夸张 却都真实来源于生活 嗯 他塑造的人物是微不足道 却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的工作不一般 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 要问我是哪一个 顶天立地 一保安 你一做饭不怕苦 家里家外 二做主 要问俺是哪一个 如花自欲 小房子 嘿嘿 万花 公安 万花 哎 来来来来 哎 咱们两个的事情 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讲了 他同意了吗 同意了 俺说俺找了个公安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 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啊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 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 现在婚姻自由 走走走 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哎呀 登啥记啊 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 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从小到大 老了 他到底是你哥呀 还是你爹呀 哥就是爹 爹就是哥 他长了一个爹呀 你看他那个样子吧 整天牛轰轰的 我骄傲 我骄傲 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他 你还想干东记不 我想啊 想就听俺爹 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啊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一会儿俺哥来了 咱就这 你爹来了 讨厌 我的工作不一般 为业主安全来罢管 要问我是哪一个 丁田离地 你报案 我骄傲 哥 爹 呀门啊 你敢傻的 我到处找你 和刘红安聊天呢 你 可他有傻料的 我嘴饭的 刘红安 哎 我告诉你啊 俺妹妹有对象了 俺妹妹找了个公安 我是个保安 俺家专业对头 我骄傲 妈 嗯 303张老师请他吃饺子 走 吃饭 哥 我听刘红安说 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那 他还说了 做梦都想让你当着信心呢 这话不像他说嘞 真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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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安 哎 哈哈哈哈 我听说啊 你叫让我训练你呀 此话给你讲吧 哎 训我的人还没有生死来呢 这是他的行李话 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 走吃饭去 你不敢了吧 你吓跑了吧 你吃饺子去吧 哎 叔 他瞧不起你呀 他很狂啊 算了吧 干什么 你还真要训训我啊 好呀好呀 健康邻居们都在这里 来来来 大家鼓鼓招 那他训训我来 走 来 你床下 我问你 你夺区在哪儿转张 养鸡场 现在 小区 你蹭此踢倒很夺呀 为什么 现在你是委任战争 过去呢 过去你是委级收担 咦 狂傻 我信不了你 假号了 走 有了 立东 降临 立东 哥 你真帅 那我骄傲 走 有了 小心 立东 你错了吧 我没有错呀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我没有退呀 我退回来了 大家现在是平了 对呀 平的 平了 都有了 小心 立东 你退了 我没有退呀 我看你退了 我就是没有退呀 你就是退了 你就是退了 你看看 我妹妹都看出来 你就是退了 这样你搁你坐 错了就是错了 该怎么就完了 有啥意思 都有了 小心 对了吗 这样是对了 那咋干了 都有了 小心 立东 小心 立东 你提高很多呀 对 我不想训练了 为啥不小心 你说呢 不想干保安了 对 我不想干他的保安了 哥 你看看 他不想干保安了 你为啥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 没有什么意义 你干啥有意义 老弟呀 你可得想好啊 但在背景工作 你又是干保安 你爹 你妈多骄傲啊 背景是啥 啊 祖国的收毒啊 哪就是心脏 你在心脏里边 赶保安 哪就相当于 熊腹肉 多致歉的 不管怎么讲 这个保安 我是不想干 哎呀 出了啥事 你跟哥讲呀 那两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吧 哥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好吧 老马呀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很爱我 我也很爱她 可就是她的家里人 死活就是不同意 你当成你这个样 他们家不同意 很正常 爹 那没啥呀 他们家要给她 找个公安 可我是个保安 这个话说的 没有水平 只要她干的不一般 天仙也能假包啊 哎呀 老马呀 我干的再好 她那个哥哥 也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那个女朋友 在我的心目当中 就是天仙呀 没有她 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哎呀 这是啥呀 这是药 药 哥出事了 出大事了 你要干啥呀 你还给我 不给不给不给 你不要还给我 我不能给你这个药 老马 哎 好 这个药我不要了 我有的是办法 你不想活了 啊 对 我不想活了 哥出人面了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别拉着我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你让我走吧 老马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 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老弟呀 我不能让你走啊 你别拦着我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我不想活了 老弟呀 你可不敢真相啊 你还年轻啊 你爹你妈 要你怎么打不容易的 生活对您来说是美好的 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有哪个姑娘都会嫁给我呀 我要是个姑娘 我嫁给你 你要是个姑娘 我还不要你呢 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哎呀 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哥 我用妹妹 妹呀 哥 你这干啥呀 妹呀 妹 你听哥跟你说啊 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 他还年轻 咱不能看着他出事 咱得救他 是不是 咱先把他委住 老弟 你觉得我妹妹大样啊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妹妹有对象 是个公安 锤了 哥 你别说话 老弟 哥 你别说话 哥 你别兜了 老弟 哥 你有点爱心 懂不懂啊 说 老弟 你觉得我妹妹任凭咋样 好 咋的 美 可我已经跟你妹妹在一起 是不是不大般配呀 很般配呀 解放另一句吧 俩人般配不般配 你看看 大家都说了 你俩做般配呀 你看你俩那个颈头 你看你俩那个形象 你看你俩那个音 我这心痛啊 老马呀 老马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没事 我呢 好 妹妹 上 哇 哥求你了 种不种啊 有点爱心种不种啊 哥的心脏受不了 走 你是格雷好美美 刘虎妈 哎 我嫁给你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哦 我骄傲啊 走 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哎 啊 身份证啊 对 老马呀 哎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回事 他没有身份证 你身份证呢 在你那里呢 那都 哥 不叫 等会 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 你也是打指导 我 俩人给我舍了个套吧 我看看这个药 口腔弹 哥 快咬我哥 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俺脚的男朋友啊 就是他 你不是招了个拱买吗 对呀 就是他 六拱买 是我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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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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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大秋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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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秋生 快 快 快 你你别笑 啊 好 我不笑了 不笑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哥 哎呀 我知道你疼啊 咱爹妈走得早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过这好日子 哎呀 你跟哥说 他能让你幸福吗 哥 跟他在一块 就是安随下的幸福 老马 他是我手里的宝 我会陪他一直到老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行啊 那哥还说啥 你挺好的 担甲警告 两个报案 一个报幕 担甲就是 吉祥三包 啊 吉祥三包 我骄傲 哥哥 等一下 我们两个生了时候结婚 你们定吧 没负 干啥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你就放心吧 大酒哥 等一下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 吉祥一家 收获 历练 成长 简单快乐 幸福中国 老村长 全有家居 全新为您打造 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全有家居 国庆大阅宾 超值促销 火热渐行中 哎呀 瞧这一家子啊 真是名副其实的 吉祥三宝啊 那凭借着扎实的表演功底 近几年 邵峰在小平舞台上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2009年 邵峰与冯拱 严谐学金等演员合作了 相声剧 不能让他走 这是一个围绕一起交通事故 而引发的闹剧 并以全新的相声剧形式 呈现给观众 全新的搞笑体验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能让他走 大夫说了 您没什么打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Ladies I'm想什么想死你们了 我心太走硬了 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 撞谁老头被车给撞了 肇事那小子逃逸了 我怎么办 我路言不平一声后啊 该出手只就出手 风风呼呼就脑头嘞 嘿嘿就脑头嘞 嘿嘿就脑头嘞 嘿嘿嘿嘿嘿嘿呀 哎呦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 唱歌不跑掉 这就是轮椅板的猪坚强啊 叔叔 还法拔呢 雷锋叔叔 你可不能走啊 您放心 我绝不走 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 我真的像雷锋吗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爹啊 爹啊 别冲我喊 我昨儿刚买的股票 我睡了会儿俩爹听完了 你就是那个壮人了 我是救人的 没撞人 你咋会救人呢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你是先撞人后救了人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救 我也没撞人 证明因为你救了人 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正因为我撞了人 所以证明我没救人 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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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醒醒 老爷子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在那儿了 他刚才醒了 你老唱这一出咳咩碟会行 那都有抗原性了 你别唱房房来 你唱怨怨来 俺爹是个足球蜜 你 我们就要赢了 对方 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就是发下咋 咱也硬不了 咱们老爷子 咱们赢了 东亚四强赛 男主3比0 升韩国队了 老爷子 可不能让他搜啊 他 怎么一到这会就晕了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 那迭克说了 你不能走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 我没问了 我倒霉做倒霉就说话上了 一会不管谁问我 我就反着说 你是撞人的 告诉你我是救人的 你撞人的我救人的 我救人的 我就反着说 你救人的 我撞人的 你没按规则出牌 我谁都没撞 我就是打酱油打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 我直接发到网上 明天我就写篇文章 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 恐怖 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那是 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 绝不是好司机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 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 就是灰太狼 恐怖 这英雄原来是 造势者 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 标题是 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是狼皮的羊 恐怖 他的毛皮 名作主 老爷子 咱的老百姓啊 好嗨 真真高兴 好嗨 咱的老百姓啊 好嗨 老爷子 好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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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老爷子唱的不是一个 是寂寞 老爷子 你还认识我吗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 他 你咋也原谅 我不孕你也得去拿 可不能让他走啊 你不能走 他 杀你救命恩人呢 老爷子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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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人了 我的文章有了 就叫 怎么批都不批 他也是喜羊羊 恐怖 我的英雄 我做主 英雄啊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别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老爷子 您多保重啊 我得走了 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站住 这是您的一万块钱 我之后交了五千 剩下来 剩下来是俺全家 谢谢您了 不用了 老爷子 正等着钱花的 你们一块花了吧 我不在乎钱 我真不在乎 哦对了 爷他不要 你可真是个火雷锋啊 老爷子 我哪敢跟雷锋比啊 我充其量是雷锋的船人 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他是杀人 杀人 好人 好人 三千 雷人 雷人 周伟 我发现在相声剧不能让他走中啊 09年的热点话题和网络词语比比皆是 从偷菜到钱福 从绵羊鹰到唱的不是歌是寂寞 真的是一句一个包袱 如果说以上的几个作品啊 邵峰 多是担当绿叶的角色 那接下来这个小品 邵峰可是绝对的主角 真可谓是多年的媳妇 熬成了婆呀 而且搭档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品午夜电话亭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复年到了 持久迎新 每个人的心里啊 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 我也不例外 可是我们家的老公啊 这两天性都添乱 这不是电话又来了吗 我是真不想进 喂 我在哪呢 管我在哪呢 你心里还有我吗 短信的事你不说清楚了 这家我是不会回的 你敢在外表给我找妹妹 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 我手机快没电了啊 你别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想接你电话 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 你就打88216767吧 喂 喂 记住了没有啊 臭男人 我看你怎么解释 我解释什么 你想干嘛呀 我不干什么 我打个电话 你打电话排队 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你打 你打 你打呀 我等电话呢 你等 你等 臭男人 臭男人 我虽然是个死鸡 但是我身上没有味 我说您了吗 不是 你说 你说 旁边也没别人 别剁了 厕所那边呢 谢谢啊 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 我说你打电话 能不能快点点啊你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 我这等电话呢 哎 哎 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没电了没电了 您不是有手机吗 欠费了欠费了 大妹子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好夜半的 每天晚上这个边 都跟老婆打个电话 哎 你别误会啊 那老婆不接 只要我家里电话 想三声 那老婆就知道 我在外边平安了 那老婆身情衰弱 他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行了行了大哥 你打吧打吧啊 哎哎哎 谢谢你啊 你放心吧 那老婆不接 不耽误你多大的工夫啊 行啊三声就行 谢谢啊 行了 行了 什么毛病啊 喂 你怎么才来电话呀 我都动半天了 我跟你说啊 大哥就在我身边呢 你等会儿 大哥麻烦说句话 打什么 我听见了没有 啊 你也会生气啊 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 师傅 哎 找您的 到我了 谁呀 喂谁呀 老婆 哎 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 哎 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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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我没想到您能打过来 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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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 哎不是不是不是 哎呀老婆你喂 喂 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没说什么呀 说的是我大哥 谁是你大哥呀 谁是你大哥呀 哎呀 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 你别说话了 我老婆都误会了啊 我求求你别说话了 哎呀 喂 我是他大哥 港人的大哥 那两个跟飞 找你的吧 找我的 谁 喂 老公 你怎么才来电话呀 我都动半天了 我 大哥 嗨 什么大哥呀 哎呀误会了 不是老公 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的 老公 我这个一解释就行了 喂 大少年啊 我是他大哥 港人的大哥 那两个肯妹就 你怎么骂人家 骂人家 骂人家 骂你怎么了 喂 老公 你别跟他去气啊 听我跟你说 这事是这样的 我这手机 喂 喂 挂了 他现在想挂我电话了 居然 干什么你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怎么了 他都挂我电话了 谁怎么把业子 他那么苦难挂 你 你在打解成拗喉 那警察还以为 我把你怎么递了 这事就怪你 怎么管我呢 这个事怪你 怎么怪我了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 我是你大哥呀 你不是比我老吗 那你怎么不说 我是你爷爷呢 他老婆神经甩弱 他这一晚上 都该想睡掉了 那我呢 我这大半夜的 我有家 我没法回 那你回不了家 和我又什么怪 喂 老公 你干什么呀你 这个电话 咱不接了啊 那是我老公呢 那万一还是 那老婆呢 来来来 你给我 你给我啊 我还得不信了 我还不信了 我这电话看 我把他接给你 啊 你给你老公 打回去 这个事就戳不了了 啊 谢谢啊 你别客气 你打吧 我也不信了 他挂我电话 还敢 怎么样啊 啊 什么情况 哎呀 算了吧 我算是看明白了 其实这个女人 很脆弱呀 尤其是受到 委屈的时候 她是更加的脆弱呀 哎呀 老公是干什么的 老公就是哄老婆的 这个时候 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 那这个老婆 那她只有哭啊 你说这大过年 那神耿万业的 我把你一个人 扔着这打铁上吧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行了 你别拖喷了 你别拖喷了 行了 你给我说说 你俩口子到底怎么了 这是 做大事了 怎么了 我老公他外头有人了 怎么呢 我在她手机里 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线 哦 那这个事肯定冤 你老公 你老公连七八所 老公的仓识都不动 你下班回家之前 得把短信删干你吗 这不是这事 你再说一遍 哦 我是说 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明天晚上 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 老地方见 小二可 哎呀 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嘛 谁听不懂啊 老地方就是她两个警察偷偷忙忙去的地方 谁听不懂 大哥 你分析的太对了 是吧 我这就找出去 别别别 打没了 打没了 不是不是 打没了 哎呀 你怎么爽活就活 你什么脾气啊你啊 你这样回家 你两个猴子不得打起来啊 打起来 他敢打我 我打没分析 你嘛不是嘛 对不对啊 哎 我问问你啊 给你老公发端信的 这是留名字了吗 留了 胆子给你大爷子干留名字了 他叫什么啊 小红 哦 小红 听这名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哎 你怎么骂人呀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 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 我就骂他了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你就骂他 小红他不是东西 他不是个好东西 你行了吧你啊 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你叫什么呀 我就叫小红 你大老爷们 你叫什么小红啊 我叫王小红 大哥叫王修修 有个同事叫小伟 都是老爷们 怎么的 小红 哎 王小红 干什么 你真叫小红啊 我叫了三十多年了 我都 那就说 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 他可能是一男的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 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不担心了 不担心了 哎呀 我以为多大的事了 你俩猴子这至于吗 你说这真是 哎呀 这三更半夜的 你也打不着车了 走走 我送你回家吧 走 不用了 哎呀 打过年了 今天免费了 行不行 真的不用了 大哥 你看那栋楼没有 我们家就住在十二层 左手亮灯那间 哎呀 你看你们家多好这方子 走 我陪着你上楼 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别交流了 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打起来怎么着 我怕踏步 我老公是全机教练 全机教练 你上去吧 看妹子 你看啊 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创活 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 你俩头子要是合好了呢 你把你屋的灯关上 我看见你屋灯灭了 我就回家 你上去 你要是灯一只亮着 我马上上去 我换上你老公 打我一顿 大哥 你是个好人 那我先走了啊 新年快乐啊 拜拜 拜拜啦 喂 老婆你请我给你解释 不是 啊 不用解释了 哎呀 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省活了 十了多年了 你肯定会信任我这 行了行了 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 不行不行 还得等一会儿 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灌了 我 喂 喂 她又灌了 大妹子 你先别回家 你给我回家解释 解释 每次与观众朋友相聚在 军营大舞台 孝心喜乐会 我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下周我们将继续把 无限的精彩献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会 舞台上 他们以精湛的表演将欢笑带去千家万户 舞台下 他们用勤奋和努力 博写攀登 艺术高峰 欢乐暑期 军营大舞台 为您浓情奉献 经典小品 清情汇集 军律孝心 在无限欢乐中 与您分享成功背后的励志故事 敬请收看 系列节目 孝心喜乐会 精彩 值得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